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剧团先生频道,我一就是师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韩剧《夫妻的世界》第二集 上集我们说到女主角善语发现了丈夫泰奥出轨的证据后 拿起剪刀直冲泰奥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呢 唉,这种画面还是别想了 要是男主角第二集开端就没了 那这剧应该改名叫《儿子的世界》 因为父亲没了,母亲杀父入狱 最后可不就只剩下了儿子吗 不过,善语不仅没有对自己丈夫出手 还在对方冠冕堂皇地向他表明爱意之后 挑衅般地当众亲吻她傲,以示主权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这里就像一个地狱 所有人的表情都那么虚伪 尤其是当他看见偷偷牵手的丈夫和小三 于是,他决定要报复这些欺骗他的人 善语以后会长夫人说话为由 借机靠近多金 深知对方身份的两人明里暗里地讽刺了对方一番 不明就里的依林还在一旁好心地介绍多金的身份 殊不知,这两人的眼神都快碰出火花来了 另一边,有些喝醉的记贺将平时闷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全吐了出来 除了吐槽刚才泰奥当众表白善语的话 有些虚伪之外,还讽刺他 不就是有个好妻子,还不用担心失恋吗 说白了,那这就是羡慕嫉妒恨 酸气都快溢出屏幕了 泰奥哪受得了这样的气 这又不,两人直尊就打在一块了 善语为泰奥处理伤口时 被泰奥那副假装不认识多金的虚伪模样 给恶心到不行,便提前离开,直接回家了 他将泰奥的衣物丢进行李箱,一同被嫌弃的 还有那张本收获了他们好评的婚纱照 正在他将贴在冰箱上的他们一家人的合照摘下来时 儿子俊英不知为何提前回到了家 一同搁来的,还有医院女同事 女同事一眼便看见了一旁的行李箱和婚纱照 再看看善语的表情,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或许他有出轨一事,善语已经知道了 善语毫不犹豫地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并且也直说自己看到了他给泰奥发的短信 女同事有些慌乱的解释 自己帮忙瞒着,是因为觉得泰奥会很快断绝那段关系 善语也懒得去纠结他的话是真是假 只要他现在站在自己这边,聪明行事就够了 女同事走后,善语在社交平台上翻看着多金的动态 当他看见照片里那只带有戒指的手时,顿觉恶心 因为那枚戒指正是他和泰奥的婚戒 泰奥到家时浑身酒气,脆熏熏地倒头就睡 没有发现家里的任何异常 一日,当泰奥和俊英起床的时候 家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衣物和照片全部已经回归原位 这天是之前父子俩约定好要去打球的日子 善语不相扫兴,便没有提及前一晚发生的事情 善语离开后,泰奥接到了女秘书的电话 原本给他投资的公司现已撤资 不再支持他们公司的拍摄相关 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多金发来的 让他遵守约定的短信 这个约定,正是前一晚他要向他承诺到 会尽快离婚一时 另一边,善语刚开始上班没多久 便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而这位病人,正是让他烦心的源头 多金,就像在前一天的生日派对上一样 两人又开始言语嘲讽对方 像极了在网上吵架时内涵对方的网友 就那种不用我直说名字,对方却一定知道我暗绰绰骂的是谁的情况 因善语在整聊过程中问到了关于性生活方面的事情 多金便坦言,自己目前和一位有副职夫在一起 他告诉善语,有副职夫不止一次和他说过 觉得自己婚姻不幸的事情 为什么迟迟不离婚呢? 自然是因为孩子,还有两人之间的财产问题 检查过后发现,多金已有生育 多金什么也没说,只是离开了病房 过了一会之后,女同事告诉善语 刚才多金和他说想要打胎 并且还不让他告诉泰奥 对此,女同事是支持的,但善语不 他不同意打胎,因为医院规定不能做流传手术 即使这个怀有生命的人是破坏他婚姻的人 但也绝不能让自己应给他做手术而被停职 他掩饰住自己的异常,给俊英打去电话 关心他是否有在棒球录音活动中进行 俊英本是很开心的 却在看见泰奥对职会长几人殷勤的模样后 瞬间沉下了脸 不在场的善语当然不知道电话那头发生了什么 但只要孩子开心,他就满足 他来到贤叔工作的地方,本想借酒消消愁 却得知对方请假没来上班 回想起之前贤叔男友的暴力行为 他不由地开始担心 他的担心是没有错的 因为此时贤叔正在被男友施暴 好在善语及时赶到 才制止了贤叔男友试图继续的暴力行为 在对方想要阻止贤叔随善语离开时 生女反应迅速地用门大力摘向她的手 这才没让贤叔被拽住 以她的人脉 她可以动用在一界的关系 将有暴力行为和反社会性格障碍的贤叔男友 以精神病为优 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极力将贤叔和男友之间的距离拉远 贤叔却还想着要回到男友身边 虽然被打已经是常有的事情 但她却坚信 男友总有一天会因为她而变好 这样的贤叔 用圣母意思来形容她绝对不过分 但其实说白了 她还是太男友 所以对她还保留一丝能变好期望 善语将她安置在酒店站住 并叮嘱她 最近一定不要和男友接触 泰奥和俊英结束了棒球活动 看他们这开心的样子 显然在这次活动中玩得很满足 俊英去学校后 善语主动向泰奥提起了关于出本的事情 她质问对方是否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泰奥却适合否认 满嘴谎言 她说自己的女人只有善语 并没有其他人 而后并假惺惺的关心善语 让她适当休息 不要因工作压力大 就胡思乱想 善语顺着她的话 没有继续纠结这件事 但在回到房间后 她却让女同事将多金怀孕的事情 透露给泰奥 接到女同事电话后的泰奥匆忙离去 但唯独没有忘记的 就是向善语撒谎 关于她离开之后做了些什么 师妹就暂时卖个关子 因为第二集到这里也结束了 师妹也不知道她干准不去了 不过这几句妈妈的样子 除了去找多金 还能是什么事呢 想要知道后续发生的故事吗 那小伙伴们记得来看下期节目哦 拜拜